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7月3日星期一 今天焦点继续有我周天慧 为大家分析时事 今天主要和大家说两单新闻 第一单是关于 再有黄心不息的人 在七一回归日上街 甚至有人快闲 在金钟政府合处 销毁国旗 第二单新闻会说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透露 移民的人有不少已经回流了 从这两单新闻 很能够看得到黄丝 争香港争国家 但走了做不定 又迫着回流的困境 无论特首李家超 还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这一段时间都不停强调 要严防远对抗 因为上一个特别日子 六四当日已经有些人被捕 而去到七一回归的纪念日 再有人以身示法 甚至有人在金钟政府合处 销毁国旗 不过今次怡空 很鬼祟用快闲的方式进行 警方在追缺一名中国籍男子 另外根据警方的数字 七一当日一共截查了14个男一女 但没有人被捕 看回七一的情况 我们会看到几点 第一点就是 搞怨对抗的人 招数已经变了 其实少数的人是上街表态 他们主要是举下踩界的政治标语口号牌 戴黄色口罩 穿着有香港字样的T-shirt 看得出他们不是很张扬地做 似乎是怕惹祸上身 又要搞但又要怕死的心态 至于主流搞怨对抗的人 基本上是变成了键盘战士 只是在键盘战士 在网上吹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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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 就当做了 第二点我们会看到 就是警方执法上的变化 一如既往 警队大时大折一定会厌阵以待 这是后黑暴时代的执法常态 以往情况 警方会带走搞事的人 通常会是直接带上警车 而今次七一 警方处理的手法 就是送走他们 例如有个高举口号牌的伯伯 说自己就预了被捕 但最终警员只是送他 去到地铁叫他离开 一个月前的六四 是黄营搞事的节日 但今次七一 就是香港真真正正 普天同庆 庆祝回归26周年的日子 可能是因为这样 警方执法上就有些变化了 以提前劝你 和当场劝走的方法为主 预早送走滋事的份子 松手了 当然要处理这些远对抗 不是一朝一夕的 都是继续需要警方去执法 说完七一的远对抗 我们转个话题说一下 移民人士回流 主角同样都是黄尸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 在7月2日透露 近两年有13、14万人移民了 但他就说 虽然他没有确实的统计数字 但相信已经有不少的人 回流回香港了 虽然没有回流的确实数字 但陈国基就给了一个 反映了世界对香港 多有信心的数字 你们去参考了 他就说今年头五个月 这么多项输入人才的计划 一共有8万多人申请 当中有一半已经批了 司长认为只要经济做得好 制度做好 香港成为移居的城市 自然有人流入 相反就只会流出 有一帮人因为政治原因走了 但正如司长所说 香港只要做好自己 根本就不愁 没有人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 反而如果香港不进责退 自然令人却步 但我们亦都对香港 对国家 当然有信心 当日十三十四万人移民了 相信大部分都是基于政治的理由 或者是一些黑暴犯了法 不敢去承担 所以着草 但说这么快 又有8万多人排队 去申请来香港 走了的黄丝抹黑香港 说香港没有吸引力 行动就最实际了 如果好像司长所说 有不少人回流 反映了当日为了自由空气移民的人 明显就是找不到食 所以就要死死地气 回来香港了 我们其实在焦点的节目 都讨论过好几次了 我们忧虑的情况是 这帮人的立场 究竟有没有改变 究竟他们会否接受 爱国爱港的立场和氛围 会的就当然最好 受过苦回流回来 就好好贡献国家 贡献香港 但如果不会的话 他们回来的日子久了 会不会突然之间又撑不住 觉得香港没有自由 所以再一次围绕 助长现在远对抗的势力 将他们升级 好像2019年的黑暴 这样的实质对抗 危害国家安全 有人回流香港 固然反映香港有吸引力 但同时我们都要留心 回流的人 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香港人 他们很可能 抱着过客的心态回来 赚完钱又可能又再走 走完又再说香港 有多不好多不碰 说到尾 回流的人多也好 少也好 其实都没什么所谓的了 香港最需要的 是跟香港人一条心 一起搞好香港的人才 另外司长也有在访问里面提到 他说美国制裁他 令到他没有了银行户口 但影响不大 但他最担心的就是女儿 因为他的女儿是律师 他的律师行就担心 他的女儿将来都会被人制裁 如果要去美国做事 就可能会受到影响了 陈国基这番说话 令我想起黑暴的时候 黄营政客如何拉大队去美国 跪求美国制裁香港的官员 摆明是勾结外国势力 黄营政客很聪明的 搞完事就快快手送了家人来说 或者好像罗冠聪那样 作状就和父母断绝关系 然后自己就韌韌脚在外国 被美国、英国养住 生活很他条 但陈国基等官员守着香港 完全没有做错事 反而就要被美国霸权搞 分分钟真的连累了家人 其实真是很无奈的 来到这一刻 美国在香港没办法再煽动黑暴 所以只能用制裁之旅的屎子 令到你们不方便 正常人很难想象 原来全球第一霸权都可以是这么无聊的 怎样都好 我们是会继续支持政府和国家的 好了 今天的今天的焦点来到这里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我先到大陈灭的熊 就能复杂的ographic 大陈灭的冰亚